今天的講座內容是跟一些心理學的職業探索有關的 請到職業的心理學家、輔導員和一些遊戲治療師 介紹工作的服務員去分享一些工作的內容相關的科目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第一位講者 很詳細地講一下他輔導人的時候可能會面對些什麼 因為我今天聽到做社工可能是一些幫人找福利 或是幫助一些貧困家庭可能要縱援 但我們偏向是精神方面幫助他們 Live作為香港唯一所提供應用心理學課程的院校 在課程設計方面我們會提供一些不同學派的知識、文理論、為人的行為和想法 提供一些不同的解釋方向 方向有很多誤解就是心理學是否讀研究可以讀心 會知道人在想什麼 但其實讀研究的問題就是可以透過心理學去幫助一些人 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修讀完這個課程的行為 會對於心理學會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在將來選擇升學的方向就達到更清晰的目標 Бう schools 不安 斂 冤軍 他們 以圳